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2020年夏天,我们趁后院翻新的时候 把小池塘顺便改造了 池塘是前方主留下的 我们只是自己DIY了小瀑布并做了绿化 关于池塘改造的详细情况 大家可以看我池塘改造的那个视频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供大家参考 今天牛妈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池塘周围种的各种花花草草 因为有网友留言说想要我具体的介绍一下 牛妈是后院翻新之后才开始养花弄草的 以前也就种过郁金香跟薰衣草 基本上属于种花小白 所以我选的花花草草都是适合新手 好打理,好养活的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大部分花草都是在网上团购的 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池塘周围都种了哪些花花草草 首先介绍的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池塘的石头缝之间 随处可见的一种草 Golden money bird 黄金浅草 它的英文俗名叫做Creeping Ginny 漫草珍泥 这个植物它属于一种腹地植物 Ground Tower 因为它种一颗就会蔓延的到处都是 而且长得非常的快 而且它经常会被用作放在鱼缸里的植物 还有就是你可以在一些组合花盆里 会看到它当作Spiller 因为它这个枝条长长之后 会垂掉下来 作为花盆的装饰非常好看 我是2020年夏天在一个人家里买了两盆三块钱一盆 然后呢我就给它种在了池塘边的石头缝里 让它可以垂掉到池塘里 因为池塘缝里只加了一点土它就可以生长 而且它的枝条长长之后进到池塘里 它在水里面也会继续再长的 而且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的好养 我随便掐一小块把它弄在土里 它就可以自己生长 而且长得非常快还很多 我除了种在池塘里 我还种了一些在我那个planter box 因为我的planter box 还做的离地面还是有一定高度的 让它长这样一片垂掉在外面 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清新 而且也很好看 但是我为了防止它蔓延长满整个planter box 我是在这个planter box里铺了一层那种防杂草的布 这样的话它就只是在planter box的边缘长 垂掉在外面 它虽然是蔓草 但是它也会开花 它开出来的花就是这样的小黄花 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的强 也很耐寒 它可以适合三到七区种植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应该注意到 在池塘边种的蔓草 它的颜色跟我在planter box里种的颜色 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这个是因为光照的影响 池塘那边差不多就是全日照 而planter box这边相对来说比较阴 它只有早上的阳光 池塘边那边的蔓草就是呈现的金黄色 而这个planter box这边的蔓草 更多的是清新的绿色 我也种了一些在这个吊盆里 让它可以枝条垂掉下来 所以这个蔓草它的用处真的很广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种植它的位置 接下来介绍的是这种爬满地的绿色植物 这个具体品种我也不太确定 它是之前房主种的 就在池塘边上本来就一大片的 看上去像是一种多肉 应该是一种腹地ground cover的植物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石头缝中间也种了一些 这个瀑布上面这个地方 它也是非常好养活的 我在网上找到了类似的 它应该是seedum stone crop的一种 中文就是井天树 这里又说它可以到五区或更冷的地方 而且全日照半阴都可以种 而且这个植物它也会开花 开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小黄花 金灿灿的很好看 我觉得它种在池塘周围填补那些空白 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是非常粗生的 推荐大家可以种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在2021年春天 种下的日本枫树 Inaba Shidao Japanese Maple 这个品种它的叶子是那种lace形状的 很特别很好看 我是在Home Depot网上订的 5月中旬收到的 睡前是50刀 这个品种它的成熟植树可以达到高10到15废 宽7到15废 它是在全日照或半阴条件下都可以生长的 它的耐寒可以到五区 不过我们第一年肯定要做一下过冬保护 我把它种在了池塘的右边 后来呢又买了一个日式的Pagoda 正好放在旁边和它搭配 这个Pagoda我买的是153刀 非常重 我一个人抬不动 它是可以分成三部分的 是那种水泥胶柱的 这个是冬天可以在外面过冬的 我们不需要把它收起来 这个店里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园装饰东西在卖 我觉得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我会把它的详细地址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Japanese Blood Grass 这个装饰槽 我是在Canadian Tire的Garden Center买的 是寂寞打折的时候几块钱淘到的一盆 这个草呢也很好养活 高度大约就是一到两费 喜欢全日照 耐寒可以到鼓区 不过这个草呢 它有一定的侵略性会越长越多 所以我种的位置呢 是两个石头之间 局限在那一块 让它只是在那里长 我喜欢它这个草的颜色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层分别是靠近平安牌子的Laminated Lace Adderberry 还有彩色叶子的Magic Carpet Spiria 和开黄花的是金莲花Orange Princess 这个金莲花呢 我是跟着花友团购的 它是牙签小苗 我4月中旬种上的 7月中旬开始开花 一直开到了8月中旬 这个彩色的开小红花的是一种Speria 中文叫锈线菊 我是在Home Depot的网上买的 当时我买的是34块9毛8 它现在已经涨价了 这个也是一种低维护的植物 它非常的耐寒 可以到三区 成熟的植株高和宽 大约是两到三费 整个植株呢成一个球形状 而且它挺耐旱的 一周浇一次水就可以 它除了可以开这种霉红色的小花 它的彩色叶子也是一个观赏点 这颗柠檬绿色的 Lemony Lace Adderberry 也是在Home Depot网上买的 当时我买的价格是32块9毛8 现在也涨价了 这个植物呢 我喜欢它的叶片的形状 也是那种Lace形状的 跟我的这个日本风树的叶片很像 而且呢 它还会长一些那种小莓果 可以吸引小鸟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的植物大部分都是网上购买 游击到家里的 如果有机会去店里逛一逛 应该会便宜很多 我的池塘周边呢 还种了一些早春开花的 鸢尾花 水仙花和大花葱 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是我跟花友团购的 牙签小苗 主要就是几种 Daily 宣草 还有一些小草花 有的表现不错 有的表现一般 我都是4月下旬种的 我会把花名以及花牌信息展示给大家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栏 以上就是我池塘周围种的各种花草 而池塘里的主角 睡莲花 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介绍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